又来到我们最敏感的话题 我们给多少钱啊 如果拿我上个月来讲啦 他就会有 我两个逼包的镜头 对啊 因为我要 Volet 我给你收 哈啰大家我是梅红 哈啰我是温馨 我是姨 一直以来我就是有收到非常多的私信 就是问我 怎样当一个YouTuber啊 怎样去学剪辑啊这样的东西 而且近年来就是有看到很多的报道 就是讲啊 学生的志愿啊 是当一名YouTuber 那我觉得呢 我就算是一个老师吧 应该那些 说服力也不怎样够了 我觉得 好像收拾买买 愿意透露这么多 啊 可能给人家的感觉就是这样 尤其有很多秘密的嘛 所以 所以呢 我就找呢 阿鱼妹啊 就是问他 你是做YouTuber的 什么样的 所以姐呀 反问我 算是 你是我第一个访问的人 哇 我听到行龙姓啊 一个30万的订阅 反问一个3万的论 好价格 你是不是收10万啊 35万 35万啊 其实没多 没多 其实没多 我报大数 还剩几千 价价都会给我收6万 是这样的嘛 所以呢就是找阿鱼妹啊 来分享一下他当YouTuber的一些 深得啊 那些这样的东西 看你的心路历程啊 比想走YouTuber的人呢 要对一行有少少多了解 因为你虽然身又不说身 来又不是说十分来 所以 问的是对的 我觉得 刚刚我们就是有讲到啊 现在的学生的志愿啊 就是要当一名YouTuber 这个有什么看法呢? 其实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个看法 但是从17年这样子 才比较流行这个是吗? 所以因为17年 YouTuber才正式的比较崛起 YouTuber比较活跃这样 然后在17岁的那年 就是几年前啦 不用办法跟我讲 不如你去打一名YouTuber 我跟他讲 我打死也不会做了 结果我现在就打一个YouTuber 打死了我 可能他们觉得 轻松了吧 那些工作 可能随便拍一拍 然后剪一剪 那就很丢上去 我觉得那些学生是这样子看法 然后也是有一个点啦 很多的报导啊 就是说 YouTuber的收入是怎样啊 然后月配的价格是多少啊 所以我觉得也是这个点啊 会导致他们想要当YouTuber的一个点 因为 太容易 哇哦 好像很好赚这样 这样我想问一下你啊 你现在的工作方式是怎样的呢? 拍片 剪辑 然后打字幕 所以你的流程是 拍了影片 剪影片 上字幕 然后去YouTube 做一些留言啊 这样的东西啊 就说图啊 预告那些 那现在你需要多久去做完一条片呢? 有点久啊 大概6天啊 哈哈哈 哇 5-6天 先剪好 将一天你分配多少个小时来做东西呢? 一定超过8个小时以上啦 那里面 你最黑啊 黑啊 哈哈哈 哈哈哈 黑黑 我还不是帮你看你哦 哈哈哈 我笑点呐 哈哈哈 比如讲我拿一个比较好一点的那个时间点啦 2点做到7点这样 然后在休息 来吃饭那些嘛 做家务那些嘛 充满粮那些 然后10点 继续做到4-5点 就大概这个时间了 4-5点哦 太久了吧 哈哈哈 没办法 因为我不擅长上那些效果那些嘛 所以我有时候我就 黑下黑下 所以黑下 哈哈哈 这样没有的 真的是有在用的 因为你要一直重看重看嘛 这里我补充一点点啦 因为一时剪辑的时候 眼睛会累的 可能你就会看一下别的东西啦 再想一下有没有新的方式去剪辑 所以我辣啊咧 我正啊咧 但是我个理解的 我个理解的 因为你没有专注力在玩那边嘛 你要分享 你会累的 我们知道这个不是A班到B罢了 就完成了多少 我们是听版的 对啦 很理解的 因为都是一个创作嘛 它时间其实是很难去 有些片就快点 有些片就来点咯 拍摄效果就来点咯 对啦 看你是拍什么影片 如果是游戏累的话 通常会比较久一点 那观众可能要看那些分数啊 之类的 就是你要下的东西比较多啊 像电脑有点力嘛 哈哈哈 你看那么一个东西 它突然卡在那边很久 然后有时候又忘记save掉哦 然后它就突然间关掉 又要重新买过来哦 我尽量去帮你fight 回来啊 同我的老闆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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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你觉得这一份工作轻松吗 看是轻松啦 但是其实不是很轻松 我觉得 它会用你很多时间咯 你需要想content啊 你完成了一个content 你要想下一个content啊 嗯 那你也不可以不一直出片啊 那YouTube它就会献你那个流量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啦 大部分观众啊 都是觉得我们YouTuber都是非常的轻松的 啪啪啊哈 做得的咯 这样 我觉得没有做过这行的人 大多数都是会这样子想 因为当初我也是这样子想 诶 随便排一下不了吗 怎么需要用这么久时间呢 原来是上片的啊 真的啊 以前我阿姨也是这样想 啊我以为你这样映开就可以掉上网的啦 然后后来啊 如果我的电脑坏了 接他家的电脑 他才知道原来要用这样长的时间 我觉得大部分的观众也是一样这样想的啦 其实并不是 这个要看你拍的影片是什么 决定那个时间啊 通常我们的影片呢 一些这样的 一般可能是半个小时到两个小时 可能一些比较大一个J作啊 是有偶尔的玩命啊 可能会用到两天 不是用完整个两天啊 可能一天用几个小时 很像拍Flog那种哦 剪辑的工程就非常的多 他看似很简单拍 但是你剪的东西你就要一直冲看 因为你忘记讲过自己什么东西嘛 你什么都补 画面什么都补 一直讲一直讲 你不懂他从那里开始剪 你就会发现那个整个发表 都是你的影片了 大概10条这样子 因为要过滤一个影片 然后再去怎样剪 OK 大概剪辑时间啦 可能是拍摄的10倍 20倍不定 如果以简单的影片来讲啊 我觉得初剪的话 应该至少要用半天的时间 才能完成一个影片的 可能大家不理解什么叫初剪 初剪呢 就好像我们拍摄一大队啦 我们就紧啦 紧紧 紧到那个节奏是顺的 没有那个背景音乐 没有那个叮叮叮叮叮那些东西 就是你的整个影片 那个节奏是顺了 可能已经要用一个半天 字幕你用多久啊 我 看电脑滴不滴哦 哈哈哈 电脑滴的话 没半个钟 哇 死马上说电脑滴的 我跟那些观众交代清楚的嘛 因为如果要做YouTuber的一些观众 可能一开始那个价格没有这样搞 电脑就没有用到那么贵的 所以我们现在给他指导一些 真的是会很累的啊 很痛苦啊 会很痛苦啊 你用半个钟头啊 我以为 半个钟头啊 我会说 因为我的效率量没有到这么厉害的嘛 太顺了 而且你要看用Laptop哦 你要想把那个东西拉到这么高 那等下你看东西对不对 你要把它拉回下来 这个他们不懂了 OK我简单的解释一点了 比如讲这个是你的视频 这个是一个 然后你要放Effect哦 可能它是一层二层三层四层的 它现在做的可能就跌到很高 因为Laptop的screen就是很小嘛 你要拉来拉去就是很麻烦 应该你们理解吧 然后还有一个点啊 很多观众就是有问啊 你用什么剪辑的东西啊 怎样剪啊 其实让我想说 YouTube真的有很多高情 你去问一下 因为啊 YouTube上已经有很多人 已经解释到很清楚了 比我们清楚 无论是中文还有英文的 都是有 只是你需要花一点时间去找 这样的 所以我们都是自己慢慢摸索啊 可能有自己的一套 都争不得了 有自己的 你可以新加新加一下 啊 啊 这样啊 又来到我们最敏感的话题了 因为现在做得那么辛苦了 那么就出片那么少啊 那么啊 做几个粒粽呢 最少超过8个小时了 一天做10个小时 一条片可以剪5-6天 都没时间了 那你 你赚多少钱啊 其实很不稳定的一个收入啊 做YouTuber 如果拿我上个月来讲啦 它就会有 前三样子咯 然后前两个月来讲呢 就可能就 400多咯 这样子的话 就是你刚刚回来做的时候 也是花这样的时间工作 但是你只有400多块 等于重新走过咯 那么可以讲好没 都想过月 好滴滴 要亲上闷了 如果你当你要遇到一个很好的 content 让他包啊 可能有2000多 3000多个人share以上 可能那一个月 起码都有三四千麻痹的 但是这种 content 是可遇不可求的 你要怎样每一天都来这种 content 不可能的嘛 像我这样听啊 他的工作量啊 就是跟一般的工作差不多了 你走都是暗想啊 时间一日 8个小时 10个小时 但是你的收入是不准备的 刚刚做的时候得400多元 维持两个月后 现在先1300 加上没有月配 所以你看啊 你听了这样的话 可能也不比 现在一般的打工 反而 你现在这样是做小过他们的 至少他就千里面顶顶顶的话 他都高过来 这样当然如果点净率 还有有月配的话呢 那是比打工更加合观啊 这个是这个是 这样当然是啦 所以他非常不稳定 高的时候可以是 好高 低的时候 就会像 超级低的 可能会连出班 没有收入都没有 你看以一个400块的话 现在怎样去生存呢 拿个电话费 上网费 再吃个雜饭 都不知道够不够钱 所以一开始想要做YouTuber的 我是建议啊 不要像我以前这样 直接辞掉工作去做 你就一边做你的正职 一边去尝试做YouTube 到YouTube 稳定去的时候 你先或者考虑一下 要不要放你之前的正职 这个真的是要你自己去拿捏 你的治愈是怎样 因为我身边也是有认识 非常多的YouTuber 也有看到很多 做到一半 然后就没有作用了 也做不上来 可能一千的订阅也不到 他们也是非常努力地去做 但是可能观众就 没有什么喜爱看这一类型啊 啊 这样 这真的是很难的嘛 如果你讲的 你都已经有正职做 你又一边做那个 Part Time的YouTuber 你知道吗 很累的 你有时间吗 你根本没时间耶 像我以前啦 我是放工回来 我剪片也是剪到3点 好吗 放工的时候 要休休中安分啦 露室 哎呀 现在他们自动开啊 你现在都是老四开 不不不不不不不 你老四开多多 耶耶耶耶耶耶耶 这个是我老四 OK 就是这样啦 因为我会牺牲我自己 睡眠的时间我去学习 做YouTube东西 但是没办法 因为那时候我觉得 诶 正确不明白我喜欢的嘛 反而我是喜欢YouTube这一块的 所以我就花时间去研究 就学习它是怎样运作的啊 怎样去剪辑啊 怎样去做缩图啊 之类等等的 我现在也是一样 要努力的去做影片 去maintain 不然你不发片的话 YouTube的演算法 又会把你弄到那个流量 不是这么好了 所以我们还是努力的维持 每个礼拜一定有一到两支影片 我觉得这个工作 真的是很不轻松 当然不是每一份工作 都是轻松的啦 你看啊 如果当你做到 少少成绩进来了 就是有业配了嘛 有业配哦 你就要花那个时间 就要想你平时的 又要想你自己 脚本啊 那些什么的 你当然是要写到好好 才可以交给那个厂商的嘛 你不可以随便的 这样子 因为业配的影片啊 是比较更加的严格一点 因为我们是好 中心哦 这个感觉 敬业啊 就是这样 我们要剪好好啊 脚本要写好好啊 才可以pass给他 我们怎样处理啊 怎样拍啊 这样的方式 这样我觉得 虽然你看到YouTuber 好像都很好赚这样 其实 每个红业类组都出色 都是好赚的 比如讲 炒味粉 炒粉 做得好吃 好赚 赶紧 吃一碗呀 就是这么说 当你香港行业做到 诶 不错 出色的时候 自然是完全 对啦 你卖水果也是可以卖到 开机间变的样子 同样的意思是这样啦 其实是 没有一定的啦 我觉得这个是那个什么 所以大家看起来YouTuber就是 蛮轻松的 你们好像都是在玩 其实后面还是有很多的工作要去做 你们看可能短短的10分钟 我们已经花了非常多个小时去完成这个影片 你看啊 我这么简单的影片都需要用两天去上那个Event 如果是以那比较专业的那种剪辑师啊 节目类型啊 哇那种更加久 像最后啊你想对想当YouTuber的观众 讲那些什么东西这样 这样如果你真心的想要尝试一下YouTuber的这个行业啦 我觉得你可以放胆的去尝试一下 因为你不尝试过你就不懂你自己成不成功嘛 你起码要试过你才知道 自己适不适合打一个YouTuber 人生应该尝试一下的嘛 我觉得有兴趣的 大家都可以去尝试制造影片啊 学习这方面的知识 我觉得现在你做影片的话 蛮有帮助的啦 可能你卖东西的话 也是有用到要拍影片这样现在 对不起很多什么东西 都是靠影片这样子来宣传嘛 比较容易看到你的产品是什么这样的东西 尤其是觉得YouTuber很好 专人的脑 很容易的 很容易的 一拆来 你起来赚了吗 试一下 加入我的团队 哈哈哈哈 我会不要加入 我看到这样子的话 我傻眼了 哈哈哈哈哈哈 这样我相信经过这个影片了 大家有对我们YouTuber这个行业 有比较了解一点的 这样 我想要耗勤你的功臣 要给我也做一个影片 和大家讲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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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啦 这样也非常谢谢二与妹的分享啦 因为这个蛮少人去讨论这样的东西 可能我们讲一讲啦 有激发到大家对这一行的兴趣 或者是知识 或者都令到他们不想走 对我们章反玩 真是 哈哈哈哈 因为你这句话 全部涌进来了 哈哈哈 OK啦 那这一次的影片就到这里啦 非常谢谢二与妹跟我这样谈啦 像如果大家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记得帮我们按赞分享订阅 还有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也许有我们的FB和IG看看啦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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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幕后终极BOSS 你弄你贴 六十秒会吵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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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是 凌小管 小王农村